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来到乌来,怎么能错过贵山电厂出产的贵山冰棒呢? 今天的电力行脚节目,我们带您来一趟好玩、好吃、好看的深度微旅行 乌来秘境也有趣 我们除了带您到台湾现存最老的小粗坑电厂一趟旧境外 还要品尝颇复复名气的贵山冰棒 跟着外景主持人的脚步,一起来体验乌来的不同风貌吧 哇,弟弟,这两根绿绿的大水管是什么? 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每一步发电机就是一个水管 我们叫做压力钢管 水就在那个上面 上面有一个叫我们叫前石 山的背后就是贵山坝 也就是说这山里面打一个隧道 直接接到从水坝把水引过来 那水力发电就是靠这个水的落差 就冲力跟压力 那把水能力带动 好大的工程哦 你想想看以前早期没有起重机 没什么,这都靠人工来抬 而且你看那时候 你看它是用那个叫锚钉 锚钉一节一节锚起来的 那时候没有螺丝 没什么,就是锚钉膜 这个叫桂花的桂 那另外一个早期的地方叫 龟山 乌龟的龟 按照地名来取 那等一下我们去看 这个龟山电厂的前身 哇,经理 这就是你说的老龟山电厂吗 这是老龟山电厂 那时候台湾最早最早 那一座水利电厂 就是盖在这里 哦 因为洪水啊这里 这整个把它淹了 淹了的话才改位置 改在那个位置 就我们刚刚去的桂山 我们刚去的龟山电厂 对 西美市政府已经列为古鸡了 古鸡 可是它没有人去维护它 那是已经卖给民间人士了 哦 所以说台天就没有办法 来负责这一块了 我们现在位置就是 这是南世西 南世西 这是老龟山电厂的水坝 也就是说它把水拦起来 南世西的水拦起来 对 然后经过旁边有个隧道 就引到下面有一个老龟山电厂 倒塌了那一座电厂 对 所以就是遗址了 对 这是它的遗址 嗯 就在这里吗 对 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刚刚看的是水坝 对 那水就从这边给它引过来 引过来经过这个隧道 这个叫引水隧道 所以之前这里都是水 对 那就没有这条马路 没有这条马路 所以说后来后来 这边变成毁了之后 那以后的公路啊 车子就从这里进出 往屋来防一下 听着许经理细数着前辈们 在那个艰困的年代 努力的克服天然障碍的点点滴滴 正是所谓的前人重树 后人成梁 我突然觉得好幸福哦 也好感恩 这个山的背后 就是桂山发电厂 那这边就叫兰世西 兰世西 等于是说最早的一个桂山坝 它废掉了之后 在它上游逐这个柜 对 这一个坝 就给新的这个电厂用 那台电对于生态保育方面很注重 除了盖水坝以外 对 我们还要做一个鱼梯 你可以看到一阶一阶的 从那边下面一阶一阶的水下去 那它鱼就会沥水 然后就一阶一阶的油到 油油油油油 油到这边来 油到这边来 再来油油油油油上去了 所以它就会进水库里面 对对对 这样鱼就可以游下往上游 而且平常也会 那一边 你看最那边也会自然生态放流 让下游的人 都看到有山有水 就很好了 那这是台电的用心 这是台电的牺牲发电量 但是让人家来这里 感觉不一样 对 连鱼都照顾照顾 对啦 好舒服喔 今天如果没有走过这趟 我都不知道台湾的电历史 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没错 台电的历史 就像台湾历史的缩影 里面有很多值得 珍藏的历史回忆 真的 谢谢徐经理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那我下次来 你要带我去什么 好玩的地方吗 这里的话有很多地方 你还没去过 那以后我会带你 到别的地方去玩 好耶 对对对 做好了哦 不准办会 不准办会 耶